各位先生,我Candy雷雯和大家做4月15日的大注WinFay得手失手 但有兩三場小弟正在投注 抄不切,在自己玩 但我都記得,沒什麼問題 大致上,但大部分都有抄 今天的成績都算不錯 有些貼4隻中了,有些貼4隻中了,有些貼4隻中了3隻 有些中了位置Q 但有一兩場,馬小弟覺得是比較古怪的 怎樣說呢?不會說 步速有點古怪 還有主角,配角 先說第九場,第九場 第九場兩隻中段踩油的回來贏了馬 就是那兩隻落飛的馬 4號的羽龍共舞,這隻鑽瘡馬 有兩百多萬 二百多萬 那隻傑彩賓分,也是有兩百多萬 這兩隻是一齊兩百多萬 雙雙彈掉了其他馬 第三隻是關乎這隻五號的精神威 精神威有八一二萬左右 第四隻是鑽數高 也有七八十萬左右 其實那隻孖寶兄弟 只有四十萬左右 二號的喜連彩星 阿摩金,好像不太見人 只有兩個PACE 一個第三,一個第四 這隻喜連彩星 只有三十多萬票 票數 告訴你,好像人們知道這兩隻中段踩油 就完成了 至於那隻 德勝區有落飛 但德勝區落飛 加起來都是三十多萬左右 跟那些二百多萬的,是相差七倍的距離 飛數 今天這隻翠龍 波見屎 又是笨 人家都踩油 還在那裏 愚愚愚愚 騎士真是很大件事 40倍,10倍 這次的PACE 這樣最拉尾被那隻大道置證 涉在來南釣上來 走位已經蝕了 然後報速又蝕了 今天蝕恩有一隻又是這樣 這兩隻,踩油贏馬那隻 雙雙兩隻馬彈 潘頓串莫雷拉 又開一條給大家 歎一下 億大家 死死 一十六幾十元 跑得 叫做 不錯 我覺得是翠龍 是笨了 人家都踩油 人家都走掉 你還想怎樣跑呢 這隻馬跟人 一段鬥後勁 如果你是轉數高的那些馬 都還可以 你那些馬根本是一隻軍速馬來的 哪有理由人家走完 我看見他們還在亂 正比對面後勢大道置證 列車欄沖進來 什麼都鉤了 這兩隻馬就是乙龍共舞 一隻鑽倉馬 結彩繽紛 兩隻都是大外當的 是嗎 這是 這隻乙龍共舞 轉為方家拍兩個Win 一個尼底上場 我被他堆爆了 今天就立開它 飛數過完關 都是很硬 十二檔沒有退過 很有信心 何良哥哥今天沒有面子 雖然有馬贏 大道智政跑草地 那隻翠龍怎麼跑 找另一個跑就在 不是說什麼 幾二十倍 其實這隻馬贏過關飛的時候 PACE沒有下飛 但是WIN有下飛 還有翠龍 今天徐宇石爆了一隻 沒有臨場下飛的領寶峰 然後迎家輝那一場 那些步速真是很奇怪 稍後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第九場我自己都覺得很亂 一定要看飛才能買得到 那些線路太過複雜 精神威 接著就結彩繽紛 即是明 精神威 接著又雨龍共舞 即是明 不要說這麼清楚 唉 免得吃飯 到第八場 第八場 那一號的知度必勝 這場馬 小弟就是 被那隻古浪順鋒 劏了 只有那條位置 真是可憐 本來那隻是高耀智聲的做膽 高耀智聲 一退出 那我也免得改 留下那三隻就算了 即是一號 六號 八號 這三隻 給那隻古浪順鋒十當 對呀 潘頓才可以發揮得這麼好的十當 其實這隻馬 其實是有些班 輸給錶之智能 在裡面有刺 有些 但是見到他十當 看一看 那真的 黎海榮 一轉 潘頓又贏一場 那 說回來 飛數 看看飛數 顯不顯示到他自己也知道 這麼厲害 那一號 那隻 知度必勝 有二百 三百萬 三百萬 那五號 電信錶馬 這隻 不懂追馬的馬 有八六萬 到八號 超能量 這隻馬 一擺一前一點 回來的後勁就沒那麼厲害 就是要定住 最後殺一條直路才厲害 見到 賀銘連 從頭不斷 對 回來 他還有 其實是因為前幾場 撿了外檔 他又虧了 又踩 又 今天撿了一檔 其實影響了他的後勁 但是 節省了腳程 變得很接近 但是我個人 我個人 覺得這隻馬 定在那裡跑 其實他追上來 是最厲害的 那個衝刺的能力 今天 我自己覺得 他真的 不斷 不斷 那隻馬 還反為難適應 但是一個字就是準 至於 方仔那隻 喜勝區 年齡 又是一隻 鑽瘡馬 大家都知道 今天 方仔那隻 鑽瘡馬 又產入來了 喜勝區鑽瘡馬 又產入來了 乙龍共舞鑽瘡馬 又產入來了 這個馬房的鑽瘡馬 和苗麗德都差不多 第二隻厲害的 就是五號電訊錶馬 一隻不懂追馬的馬 去到八號的超能量都很厲害 都有 一百二百四 二百八十萬票 每次都很厲害 二百八十萬票 上場 他就是跟著好位回來 沒斷頂不到那幾步 今天整理他一檔 他就放前一點 放前一點回來 又是頂不到那幾步 那日之道必勝 本來都看著他贏 加他幾磅 這隻馬 閹完之後 就進步了很多 換完配備 都未曾 未曾 脫過 但是剛剛給了一隻鼓浪順風 也是換了配備之後 又是好的 上場一加配備 今天再用這個配備 那隻風雨 其實都跑得很好 第一次上來千二 兩場都是跑一千的 回到最後 有些力弱 但是我覺得他 其實就 就 在前面走 前面走 捱得到的 就有份 捱不到的 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因為他都知道 有些馬可以衝 真是明白的 至於那隻 紅庫日 其實都有八十萬票 都不少 因為大家都想著 三四班星降機 其實他都有八十萬票 跑得好 那隻起勝驅 就是 之前 又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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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隻有票 只有仇臣 叫做有些票 另外 都沒有什麼 超能量 可以覺得 跑法上 是否一定要 守住好位 其實他幾次都衝上來 是最厲害的 看看怎樣 這場馬 我自己覺得 知道必勝 也是跑得好 加上 分享 再加上 是蔡明肖 差一點 我不會覺得 騎師 騎得很差 他也是騎得很好的 其實 只不過 潘頓發揮 那隻古浪順風特別好 那隻風雨區 當然是值得跟進 兩三場 上場 爆不到 已經 心懷不愧 8倍 但 回到最後才沒有 那隻馬 是有質素的 其實他季初 受過傷 有一陣子沒有出 那 第七場 第七場 這場 這場馬的報速 真的很怪 怎樣怪 前面 本來的馬 看到潘頓 那隻 瑩家輝 堆幾步 守住好位 跟著紅圖巨星 那些位 就OK 接著 他們一蹲慢一點 那些馬 就湧上來了 一湧上來 就趴車前面 就塞住你 整個位置 整個馬 都塞住 好像 一隊 一個擺了一個 軸 頂住你 接著 就蹲慢步速 蹲慢了 接著 他們一轉好彎 一發力 後面那些 就追不及了 但這隻 安婦 又是阿方仔的轉瘡馬 他又剷上來 這隻馬 是鄭俊偉轉過去的 他又剷上來 今天 48倍 那些 荒家拍的轉瘡馬 都剷進來 四連環 紅粉彩影 其實 如果說這場馬 看回 那兩三隻馬 本來在前面 刑家輝 守住 然後那隻 鴻圖巨星在前面 接著一群馬 衝上來 又灌風 又熱血鬥士 又聖大光輝 那些聖大光輝 走上去之後 他又不放 又定住在後面 整群馬 然後就塞車了 塞車之後 轉了彎 那隻 那隻 刑家輝 一直不斷 後面 外面的馬 就不斷在那裏 然後 前面的馬 一走的時候 後面那些 就難追 但是又有些 追得到 你說安芙 又追得到 又追得到 又很厲害 其實 這場馬 很多馬 都跑得很近 除了贏馬 那隻 就叫做 開少少 但是 越血鬥士 彈開少少 其實那些 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近到不得了回來的 就算 那隻 聖大光輝 勤德堅 被外檔殺上來 我兩隻都有選擇 聖大光輝 勤德堅 一隻二十幾倍 一隻三十幾倍 其實 一個馬位 就沒有辦法 精算齊同 都跑得好 紅粉彩影 都是跑得好 至於那隻 安芙 又是一隻 鑽瘡馬 真的很厲害 阿摩 今天沒有什麼手拍 全部都沒有 有手拍的 全部都有 高冬妮 那些都很近 方仔 都很近 蔡若翰 都很近 很奇怪 不道理不信 好像那些馬都知道 那些練馬師心態 你想跑 我就幫你跑 第三隻 說回一些飛 三號的 盈家輝 開頭 一分鐘都沒有飛 去到三十秒 差不多 一層打 由二十幾萬 到九十萬 加起來 也有百五萬 但是在內蘭 被人困 外面的馬 通常 一邊的馬 中段 一邊 如果自己不踩上去 那些馬一蓋下來 那些馬就不肯跑 看過很多很多隻馬 都是這樣 外面的馬 一蓋過來 那段 不跟著他上去 大部份 都是玩完 居多 接著 搬頓 還要入直路 被那隻 紅塘巨星 銀了一下 接著 裏面的馬 撕過來 又撞了他一下 接著他都收工 就沒有了 小弟的馬 就這樣沒有了 接著 第二隻 厲害的 就是九號 精算齊同 這隻馬 都有 八二萬 八九 三 八九 二百一十萬 都很厲害 其實他都不叫做博書 真的很近 就是 都是屬於入到PACE的馬 真的太多馬 平牌 接著 第三隻 就是紅粉彩影 紅粉彩影 都有 八一 八七 二百萬 即是二百萬 他不是說一下子 扔下去 是浸浸加起來 二百萬 有個第四 第五還是第四 好像 跑第一 就是熱血鬥士 接著就是盛大光輝 接著就是 安富 紅粉彩影 如果我沒有記錯 第七場 熱血鬥士 盛大光輝 安富 這條四連環 真的好分 真的 成大光輝 其實 整群馬 第一 第二 第三名 一個馬位 接著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名 都是一個馬位 其實就是 頭馬 和 到第八名 都在一個半馬位 分勝負 就算 盈家輝 這麼老襯 運了左右 都輸了兩個馬位 這場馬的水準 真的不知如何 相信 如果 不是這樣 前面 這樣 我相信 很奇怪 不如看看他怎麼跑 開始我看到 潘頓 用他的手勢 放在那個位 看到他 挺有鬥志 接著 好位 那些馬 精算齊同 那些什麼 成大光輝走上去 這裏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 跟著 前面那些 一走過去 一黏起來之後 就 一聲就 倒慢了 跟著 迎家輝越稱越厚 後面那些 越來越上去 跟著 中段又變咒 接近對面 直路頭 前面 放頭 迎家輝外面的馬 一蓋 他的位置 就很惡劣 接著這裏的馬 又踩上來了 你踩 他又踩 勞動創造 又踩 安婦又踩 那些熱血鬥士 又上去了 上到去 接著那隻 迎家輝 這裏再倒下去 這裏再倒下去 總之就是 成大光輝 熱血鬥士 甚至乎 外面的安婦 那隻 迎家輝 趁一趁又下去 人家這裏轉完 那彎應該要踩上去 他轉完那彎 還要退下去 那就沒有了 那些慢步速 那些前面一踩油 裡面那裏又被人撞 這裏一壓下去 就沒有了 嘩 平台過終點 跑馬肉 真的講運氣 其實幾多隻馬在這裏 這個位置 接近終點 熱血鬥士 已經出來才有機會 打贏 第二名 1 2 3 4 5 6 7 8 9 這隻馬都是兩個馬位 多些分勝負 真是厲害 這隻 其實這場馬 步速 就是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好像成大光輝那些 原來有六十幾塊 前面 後面 第六場 第六場 四個馬是相中的 第六場 有個師兄說 都中了 第一 加州德信 值得高 百二萬 二百二萬 三百 三十萬 還放不出來跑法 可以追到出口 受神沒有大問題 受神是跑得一個好 不過美麗約洞 每次都被行進去外面 今天就被行進去 受神每次都是黏著欄 今天就在外面追,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交叉酒位,多多和那一隻 多多莫女拉克,是不是紅粉彩影,還是偉大勝利 加州德信,轉了跑法,不知道是否出閘有問題 但是受神的票,大家如果聽得多,都知道受神的票,好像上次一注甲中他的時候,那些票就不是這樣的 今天加起來,落得八十萬左右,大家都明白 至於贏了馬的美麗藥洞 之前那些就去外府禁愛,追上來 今天在裡面,殺上來就搞定了 為什麼經常要去外面呢? 受神就在裡面定住,省位,今天又去外面呢? 有時候 三月二十五,不是三月二十五 沒得看著 一隻手,一隻拼了外,一隻拼了內,次序掉亂了 都沒什麼所謂,說回一些票 11號的勝利在首呢 850,880萬左右 180萬左右,都很厲害 180萬左右 但是跟加州德信的那些差很遠 顯得那些仇臣只有80萬,以他的賽職來算是否疲弱了一點呢? 至於疾風,敬草,也是這樣的 這隻馬賽職很差嗎? 又不是跑得 不是說,不是說很差的 史翠鋒騎得很差嗎? 又是史翠鋒不會騎馬的嗎? 但是,只有多少票呢? 只有三萬多,七萬,十萬,十萬,十六萬票 這隻疾風敬草,只有十六萬票 這個馬主的票不是這樣的 對上幾次,輸來輸去,輸了一個馬位,三個馬位 是泥地那場,抹掉了 其實都是一至三個馬位 但是,今天竟然只有十幾萬票 會不會跟著美麗約動,只有十幾萬票 不明白的 跑得好,就是美麗約動 很不必打算,那一場的時候 陳家希已經有選擇很好的 然後就沒有選擇,要選擇很準 瘦神,就是美麗約定,美麗物 阿摩美麗約定,美麗密 那樣收拾太多,要注意外面,要我收拾太多 就是這個意思 四隻都可以選擇,但那一場跑法 我不太太好了 動機不是很理想的 就說第五場 沒得撐 就說到第五場 第五場 飛數6號的加州雷電 上次有些什麼 今天有240萬左右 就贏了240萬左右 紅旺小弟都說這隻不懂追馬 如果拍著那些馬一起鬥放 他又未必能捱得到 我又想又想 田泰安不騎 都是明白為甚麼 為甚麼要選擇加州雷電來騎呢 紅旺也有250 70 300多萬 400萬票 都很厲害 拉縮的叫助力 真是厲害 最後就是加州雷電 第二隻是紅旺 紅旺的票比加州雷電更厲害 紅旺更多 數到第三隻 黃帝賽 最後也有70萬票 加加上100萬左右 黃帝賽 第四隻有70萬票 最後有響有響 加上也有812萬左右 太陽戰馬也不少票 過關的票比加州雷電更穩定 過關只有8倍 然後是23-4 然後現在是26 有6-7 80萬左右 加州雷電 太陽戰馬 晉王星的票比加州雷電 好像仇神那些 只有20多萬票比加州雷電 所以這隻會有問題 飛數方面 只有20萬左右 因為是當位問題 快利寶也跑近了 我自己覺得有隻馬跑得不錯 就是青年才俊 今天一會兒才跟大家說 那隻有響有響 蘇偉賢馬房 蘇偉賢馬房 放在前面走 沒有一隻回來 可以捱得到 接著就被那些馬蓋 稍後數了幾隻給大家聽聽 稍後再總結 晉王星跑得一般 又沒有飛又沒有 但那隻青年才俊 跑得不錯 尤其是剛跑快活谷的 賀銘蓮 跑1200 今天輸三個領馬位 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相信這隻馬 其實有一場莫雷拉 在1000已經衝得不錯 然後又輸了一場 今天 看見他 有些 賠率上有少少少飛數 30倍跑過第五回來 叫做進步了 開始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馬 有響有響都說了 上場是一場 看準一場 沒有什麼 對手之下就贏了 今天 那些對手不同了 又有現形 這些馬 說了這場 第四場 第四場 我正在投注 就沒有空 這隻 開心好友有飛 上海大師有飛 維廣濱流有飛 冷門 電訊飛彈有少少少 勝利紅星也有些飛 那天賜寶最最後也有落飛 就贏了馬 那隻開心好友就很大件事 失度 失度 又 本來你只是被那隻超額認購 壓了去那個位 他都沒什麼所謂 那隻超額認購壓了過去之後 天賜寶又壓過去 他根本就直接打在裡面 那就欣賞一下 本來這裡騎了出來 今天沒什麼快馬 就OK 那隻超額認購 放在他前面 咬住的步速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那隻 那個領捕風也不是他的跑法 但是竟然爆了出來 守住一下也爆了出來 維廣濱流有排他基本的水準 那隻超額認購 就是本來他這樣跟著超額認購 都沒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入到直路你轉彎 那隻一篩進去也好 抽出來也好 他都可以有位的 都是 一隻馬都可以塞車的 一隻馬都可以塞車的 那隻天賜寶又捱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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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試過不用跟著那麼厚都可以 一隻馬都可以坐BOK 沒得受 那這樣一篩進去 他沒位子都不怪得他的 剛剛天賜寶又篩進去 又不怪得他的 他都看著看著看後面 想抽出來的 剛剛維廣濱流又上來 他又不可以抽 不停在那邊看 等人家走了 這裏才開始騎回 沒有啦 那只有緊頸四回來啦 那些什麼 PACE過關 什麼都搞定了 那 這場馬就真是 若然不失車的 那怎麼辦呢 我自己覺得跑得好的 都是這隻勝利紅星啦 都是跑得好 開心好喝 就是當他沒有跑過 超額營購 就是沿途一隻馬自己在這裏走的 那就是天賜寶那些 又不知為何又 就是這麼厲害的 這隻馬就手下手下都可以過了一馬 好厲害的 爆了39倍出來 那維廣濱流回到基本水準啦 都是靠那隻開心好喝啦 開心好喝 如果硬打毛球要篩出來的 那維廣濱流可能就沒有了 那麼 何摘堯不斷在這裏頭看 若然真是若然 好像李敬國那些 篩了出來的 已經 免得說 最多是停賽啦 即是 李敬國就是這樣啦 但是 比何摘堯呢 他不斷看著頭看了 三劑了 兩三劑了 這次就沒有了 但是我又可以跟大家說 過完關飛之後呢 開心好喝和上海大師的飛是比預期中弱的 以他們的賽職來說 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何摘堯和潘頓有什麼溝通過來呢 是預期中比較弱的 反而勝利紅星的飛是比較好一點 即是你 開心好喝季內贏過這麼多劑 是不是 又撿過靚蕩 今天又沒有什麼快馬 守住個好位 但是竟然有 開頭有 過完關有四倍 接著呢 有二十幾元的飛是 最最後才是 兩隻都是的 開心好喝和上海大師差不多飛的 都是四十元左右 二十多元 但是兩隻的飛是好像 不是太對版了 平時四十多元 可能只有二十元左右的飛是 到開跑的時候才說 下飛是三倍的 那麼 小弟看飛就是這樣看 但是別人都不是 別人都不是算得那麼準的 難道真的算到好像計算機那樣算嗎 我下多少錢就信心大一點 下多少錢就有信心 即是覺得那些飛數是有些 有些不是說很硬正的 那樣 根本就等於他沒有跑過 特地看回這條片 大家都見到 根本就真是不幸運 其實他跟著一隻馬是沒有問題的 很正老 跟著一隻馬 只是想過你一隻而已 只是過一隻超額認購搞定 超額認購一篩過去的時候 他又發不了力 跟著超額認購後面 那天天字寶 想抽出來的時候 那天天字寶又小了 上季有一場馬 精算八方 就是這樣給那隻 萬事恩 和雷 姚本輝那隻雷電寶 就是這樣打了一場 跟著就很久都沒有贏過馬 看看這隻開心好友又怎樣 那這一場馬到第三場 那隻神舟進馬 大家都看得到的 開頭六十多倍 飛 Winplay也有飛 然後突然就只剩下 四十多倍 然後三十多倍 那麼 小弟也買了Winplay 四連環就被普人隊爆了 四重彩又不是四連環 那這隻神舟進馬 甲苑 長友之星 跟著就 普人 若然不是普人的 就變成了神舟進馬 總之就 就是一隻普人 搞定了 沒辦法了 那神舟進馬那些飛 就真的 就是蘇寶羅哥哥的馬 跟飛的時候 經常都是薄殺失守之王 但是他的跑法有沒有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是心急了一點 只可以說心急了一點 就是想早逃脫 想早逃脫 都沒什麼問題 是不是 小弟就真是大件事 上次那隻 紅衣震撼 是不是 那隻紅衣震撼 已經弄了一劑給我 炭炭的 今天就是神舟進馬 又弄一劑給我炭炭 這一劑就結了 看看他 其實 怎麼說呢 跑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這個馬房的馬 整天都是駁下去 落了飛 駁下去 整天都是四啊 五啊 三啊 四啊 五啊 三啊 大家如果有看慣這個節目 我都說慣的啦 唉 只是想著他PACE的 是不是 都沒想過他一定要買WIN 想著WINPAY頭注也有好處啦 那他就偏偏弄個第四給你炭炭 今天又是蘇惠賢放頭啦 剛才那隻 是甚麼呀 稍後再跟大家 不記得名字啦 神舟進馬 這裡外檔 虧了位置 但是都沒辦法的 十一檔要黑服 就是這樣考的啦 切起來都沒甚麼問題 是清新動力來的 好啦 接近對面直路頭的 就是我又不覺得他是騎錯 不過是心急了啦 想一早就走掉啦 因為前面鐵膽威龍 不是放得慢的嘛 這裡就開始上去了 繼紅衣震嵌又一劑 他還會被晃動力來的 好啦 過了這個600米斷柱 前面是鐵膽威龍 放得出來啦 外面位置是神舟進馬 今天蘇惠賢很多放頭馬 跟大家數數啦 這隻馬這裡開始這樣騎呢 其實就真的心急了一點啦 但是都不會怪他的 是吧 即是拼不到也沒辦法的 他都是想贏的 這樣進到來這裡 如果見到他騎下去沒有的 就不用想啦 一騎下去他又有 就是這樣最拉尾那邊沒有了 如果不是潘頓的那些車輪邊呢 潘頓如果用回他的那些 招一下招一下邊呢 就沒問題的啦 偏偏 這場是車輪邊啦 那就沒辦法啦 跑得好呢 就夾遠啦 這場馬其實是 甲園跑得好,上場加個配備輸了 放前,今天又放後 出閘是否有問題呢? 不知道 雀鳥飛到又殺驚無神 又走過來 那隻灰馬快里寶 雀鳥飛到又是 剛剛做第五,你看看 至於,我自己覺得是抱人,甲園 其實長友之星,真的騎得好 大家可以看看,他上一場怎麼跑 被人阻礙,上一場,長友之星 他根本收工 他根本 現在在外面 這裏開始發力,他想爭表現 這裏開始一發力 他都是想爭入 這裏有些騎不到 騎一下失下失下 這裏騎不到 這裏收工 根本 所以臨場也有罵他 但是 沒辦法 神周進馬 甲園 搭長友之星 神周進馬 這裏被抱人 搞定了 小弟 搞得都順滑 舒服了 那裏講第二場 第二場 那裏 那裏 那些飛數很厲害 善傳萬利很厲害 幾百萬 三四百萬飛 很厲害 你猜不到這麼厲害 因為他上次輸給宜昌飛區 宜昌飛區 反而是二百萬 擅長 那隻善傳萬利 是彈掉了 二昌飛區 那裏 那裏 會長之星都沒有什麼飛 會長之星都沒有什麼飛 那我自己覺得 這隻善傳萬利 即是 二昌飛區 可以說老襯了一些 萃了外府 禁外 但是九檔都是情有可原 不是說 你想涉的位置 就涉得到 他想拯有鬥志,你要看制御 不是想拯贏, another need to win 一個三檔一個九檔,就是這樣一個分別 至於會長之聲,我覺得changeing哥哥也頗好 步速不是快 為何還要這樣稱,比前方首識大勝的檔位還差 放在前方走回來,還挨直 反而會長之聲,追來追去都追不到那隻首飾大勝 一分十秒一 這裏本來都沒什麼問題 接著呢,清了 這裏你說他可以快,你清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比起人家的首飾大勝來講,真的積極了很多 這裏人家都慢了,應該可以上一些吧 儀昌非區又沒辦法,真的要去外太外 在彎那裏踩 在下面才有甜酒杯,黃車騎兵那裏 那隻手飾大勝就賺了付出 那隻善傳萬利就在他外面 跟那個,其實是儀昌非區追很多的 其實 勢是厲害的 他當那些,根本他當那些手飾大勝都不是馬 這隻儀昌非區多了 那隻手飾大勝 那些馬 一隻在這裏,一隻在那裏 一隻在這裏 一隻在那裏 一隻在那裏 再後面的馬 還有會長之聲 外面移昌非區 最出的那隻 看著這隻手飾大勝 他根本都不是那些速度 那些馬 背長之聲 落斑 都不是他那些皮數 但是就負得太外 這隻馬再出都是有追的價值 大家就可以看回那場馬的水準 保城致勝 宜昌非區 今天又在這裏 善傳萬利又贏馬 的愛至寶 又在這裏 有得精彩又在這裏 接著就 電信飛彈沒有辦法 今天是十當 那麼多隻馬都交回有表現 這一場馬 這場馬 這場馬 史卓鋒 剛才小弟也有出了一條片 他都說這場馬 那隻保城致勝太厲害了 贏不到 他打算自己也贏的 但是那隻保城致勝太厲害了 今天誰知道那隻善傳萬利 盪位又好一點 潘頓發揮又好一點 史卓鋒就在外面 這樣輸了 那我講第一場 第一場又是蘇偉賢放頭馬 還放得不慢 第一場的票數 第一場都是皮弱一點 你猜都猜不到 明德之星 只有七十萬票 潘頓只有七十萬票 莫雷拉有多少 莫雷拉有六十萬票 這兩隻馬 是否沒有表現呢 昇河戰區 又不是 但那些票數只有七十萬 六十萬 這場馬 眾善積福 今天又是蘇偉賢放 蘇偉賢放頭 田泰安贏馬 那隻叫做合進區 蘇偉賢放頭 田泰安贏馬 然後 合進區的票那麼硬 羅庫荃的票很硬 又不硬 又不硬 又是這樣 羅庫荃的票又不硬 容天鵬的票又那麼硬 莫雷拉的票又不硬 莫雷拉的票又不硬 很棒 是這樣的 最後 眾善積福 就這樣放 然後 昇河戰區 又死不吃虧 又跟著 眾善積福 跟著 那隻十二檔的明德之聲 又不吃虧 就斷了 最後 幾隻馬 在這裏 的時候 裡面那些就停了 被外面那些就蓋了 這隻合進區 有表現的 七倍的票 是 OK 合理的 但是 去到 林美 明德之聲 為什麼只有六十萬票呢 星和戰區 只有六十萬票呢 其實 都是不硬的票數來的 大家看看他們怎麼跑 不如 走 我也想看看 何摘瑤又跑得怎麼樣 最容易 最容易都跑得很差 其實放得不是說慢 1分15秒8 天王巨星 包大尾 此前面快 中線積伏 快腳踞前面走 中間有 星和戰區 星和戰區 雖然不需要這樣 明德之聲 還要高達上去 中間第五位 紅白衣 同威 外面粉紅眼肘 非同繁響 在後面那一層的馬 先見到 馬南中間 組紅三 你連那些盛勢在後面也追得那麼厲害 前面四隻,連一隻同威五隻 前面五隻都沒有一隻outplace 總之就蓋上來那些就贏了 連那隻乘勢在最後都衝上來,那些馬就停了 拍著他外面衝中一隻爪王烈焰,大外擋就機緣口合 接近中年合盡區鬥,這隻爪王烈焰的時候 外面機緣口合上來,三隻馬相當接近 可能說他們心急了些,想爭表現,想放快些 心急跟領位,想騎得好些,但後面那些都蓋上來 又是,今天蘇偉賢一隻放頭馬,放頭回來就沒有了 蘇偉賢,第二場有沒有蘇偉賢? 第二場沒有蘇偉賢 第一場我覺得剛才那些放頭馬,全部都可以跟進 我自己覺得是放得太快,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這場馬就是移槍飛驅,蝕了位 至於,其實愛馬劍,首飾大勝,會長之聲都跑得不錯 可以這樣說 第三隻有沒有蘇偉賢? 有蘇偉賢,鐵蛋威龍放頭 放了頭,接著就拍上去那隻 就是神舟駿馬 兩隻有蘇偉賢一放回來 哪隻是馬? 哪隻是好人潘頓? 田太安,鐵蛋威龍,潘頓 田太安,鐵蛋威龍,潘頓 是好人 神舟駿馬,薄甲苑,長有之聲 還有一隻蘇偉賢,放回頭 到第四場,超額認購 開心好友,沒跑過 勝利紅星,可能因為檔位 他不想放太前 如果他好像克服高 雖然這隻馬是慢 但曾經我出深水片的時候 他試過 其實他不是太慢 是他自己秤下去 看過幾次的 那些片 那這一場呢 蘇偉賢又響又想又放頭 又放頭 回來又是沒有了 蘇偉賢又放頭 那晚上又是誰? 又是田太安? 這樣 對 蘇偉賢放了三隻頭 到第四場 第六場 沒有蘇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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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不錯 美麗約動 看看有沒有看的 三月二十五 四月十五 美麗約動 在外面有多少場 大家都記得這隻馬 如果有看這個 這個 當是節目 我又不想說什麼 大家研究一下 今天這隻馬 就放在裡面 現在出來就彈出來了 獸神試過 幾場都放在裡面 在外面省位追揚 內蘇偉賢 紫色衫噴火龍 後面五匹馬 有魏軍旨 尾四粉紅帽 前面帶頭是勝利在手 已經放了出來跑 傅曼家就是第二位 獸神主重點 在內蘭第三馬 加州德順變了被動 在第四位 第五位 內蘭粉紅亞洲美麗約動 第七位 中檔最標 外面有魏軍旨 後面的馬 紫色衫尾五噴火龍 在後才疾風徑草 大巡威 好 前面就勝利在手 放了順了 見到獸神 開始移出來外面追著他 接近中檐 美麗約動 有魏軍旨 後面的馬 紫色衫尾五噴火龍 最後才疾風徑草 大巡威 好 正在直路 前面就勝利在手 放了順了 見到獸神 開始移出來外面追著他 再見到 最出還有加州德順 在內偷位上來 美麗約動 最後八多米 勝利在手佔先 外面獸神上 追出加州德順 還偷位上來 做一隻美麗約動 接近中檐 美麗約動 跑第二名 那真是三隻馬 都需要拍 有個PACE 都叫Oli吉弟 真的這樣跑 有個PACE都算不錯了 真的都算不錯了 那就講這場 這場就 這場就 這場真的 沒有些步速很古怪 又蓋又成的 那到這場就 有沒有蘇偉賢 沒有啦 這場就知道必勝 也跑得好 風雨區也跑得好 超能量 就 看下什麼時候 摺上差一點的 當勢 縮了一段 看下是不是爆得最厲害 我看上去就是 但是 連馬斯當然是專業很多 我們的門外看 第九場呢 翠龍呢 我真的覺得 今天那隻翠龍 真的沒有PACE 真的不太適合 都沒有看著 有了 有得看了 兩隻 兩隻 落飛的 兩隻就踩油了 兩隻都是外檔的 兩個都是大師傅 嘩 你看看莫雷拉 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這是莫雷拉 這是莫雷拉 有這隻 傑彩繽紛 尾衣 轉數高 在這裡 大家 後面兩隻 紅衣貼藍 喜連彩星 淺藍衫 橙帽 是羽龍共舞 過了這就是千二米段柱 前面帶頭的馬 有這隻精神威 協勝神威 在外面 媽寶兄弟 守住 內蘭第三 必妙星第四 三搭外面 翠龍 粉紅 第五位 內蘭第六 大道至正中間夾著 還有德星區 後面五匹馬 白衣 傑彩繽紛 出了三搭 上了一點點 兩隻一起踩 這裡 翠龍 本來都已經在上去 然後外面那些就踩 了 跑到對面直路尾 前面還是精神威戰 但是傑彩繽紛 就開始 一鼓燭氣就蓋上來 外面位置 雨龍共舞 也走 再看前面 再說一次 有這隻傑彩繽紛 外面雨龍共舞 蓋上來 精神威第三 中檔做個協勝神區 第五位外面就是翠龍 在後面 還有必妙星 內蘭貓包兄弟 入正正老 雨龍共舞 押住 裡面傑彩繽紛 裡面的大道至正 就省了位置 裡面放了 還有協勝神區 外面精神威 外面有個翠龍 最後一百米 雨龍共舞押住 傑彩繽紛 傑彩繽紛 上來 後面有個翠龍 你看看 裡面是楊明倫 潘明輝 火車潘 你看看他的邊 如果不是他的邊 翠龍就在 看看是不是潘明輝 對 潘明輝 你看看潘明輝的邊 貼不到 也貼到位置 他說雨龍共舞 預我一份 你看看他 轉邊 轉右手邊 嘩 不斷扭 你看看他的手 接著你看看波見屎 波見屎 波見屎那些邊 有沒有這樣的 為什麼潘明輝的邊 那麼厲害 波見屎 偶兩邊 偶三四邊 還沒什麼力 你看看潘明輝 兩邊左手邊 轉右手邊 不斷扭 你看看 偶到有反彈的手 波見屎 接近終點 外面 乳龍共舞 一路押著 麵 潘彩 紛紛 潘明輝 其他人沒得頂 那些邊那麼厲害 沒得說 波見屎的邊 夠不夠他厲害 各位都看得到 好了 今天跟大家研究 蘇偉賢那些放投 說了 一會兒要做其他事情 希望 多謝各位捧場 我們下午了 再見 我們下午了 再見 感谢观看